松阁布是马来族的传统服饰 一般只有大节日或喜庆等重要日子上才会派上用场 在许多地方松阁布是以前王族和贵族所穿的服饰之一 现在变成一种广泛流行的纺织工艺 而在聚岗的松阁布以金银县为主要纺织特色 原因是在古代的聚岗 所有纺织材料都由华人和印度商人所提供 松阁布是马来族的传统服饰 到目前传统的手工者已然保留纯手工的纺织技艺 聚岗松阁布以金银县为主要纺织特色 通常只有大节日或喜庆等重要日子上才会穿上松阁布 谈到聚岗松阁布的历史可追溯到古代 华人和印度人到聚岗经商的时期 华人提供给当地手工者所有丝绸布料的需求 而印度商人则提供金银县作为纺织材料 两者合起来并形成了今日的聚岗松阁布 到现在当地生产的松阁布还是使用类似的材料 让每一块松阁布看起来金光闪闪 贵气万分 松阁布上构成双龙抢猪的图案 充满中华文化气息 龙在中国神话中代表 吉祥 尊贵 是一种美好的象征 首先尊贵是尊贵的尊贵 尊贵是双龙抢猪的尊贵 因为尊贵是双龙抢猪的中华 因而 famous цел的尊贵彩 因为尊贵是尊贵的尊贵 尊贵是双龙抢猪的尊贵 雷抢猪的尊贵 من身 因此尊贵是美好的来本身 这些人都会认识,这些人都会认识,所以这些人都会认识。 哈加法蒂玛是巨港的其中一个纺织工匠,也是全市内最经典的松格布手工者。 目前,他的子孙仍然生产这种精美的松格布。 哈加法蒂玛的纺织技艺,目前传承给第七代接班人,加伊娜·亚利芬。 亚利芬是个宗教学科毕业生,由于对松格布深感兴趣,让他决定投入这门行业。 一块松格布的售价是150万吨到数千万吨布等,每一块布的制作过程至少三个月才能完成。 从染色、捆线、图案设计到纺织过程,大部分都由纺织女细心完成。 。 到目前为止,孙哥布已经过多种变化, 从原本的经典图案发展成200多种图案, 包括中国花图、甜美花图、昆虫、草木等等, 为了引起人们对孙哥布的兴趣, 他们做成了各种手工品,所有创意得以发挥。